今天我来说一下 我们家的一品红 是怎样从去年到今年 开花还依然这么美的 一品红是生长在墨西哥 甚至更南的中美洲 在热带属于短日照 多年生长绿的植物 一品红因为是在圣诞节期间盛开 所以它又叫圣诞红 它的花期特别的长 从11月份开到第二年的4月份 你们发现呢 一品红现在这个红色的 不是它的花瓣 红色的是它的包叶 为了让包叶能够红 是一定要促使一品红开花 开花呢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需要用高的磷肥和甲肥 进行喷雾 促进它的花芽分化 一品红开花了 它附近的包叶就红了 一品红的肥水管理 我个人觉得水的管理尤为重要 但是什么时候该浇水了 就要凭自己的经验了 我的经验是用自己的这个指头 用指头两公分 两公分到它的根部周围 如果两公分以内 它是干燥的像这个情况 它不沾土 一点干干净净的 这个时候说明它的根部周围是需要水了 当判断一品红需要浇水的时候 就一定要一次性的浇透水 我的一品红是十月份的时候 医治室内的 换了室内的盆土 刚拿进屋内的是这张图片 基本上没有红色的叶子 我是使用复合肥 那么你的浓度呢 就根据它的说明 如果判断不好的话 我建议是用一个透明的玻璃瓶 能看到这个液体的 吸食成这样的颜色 我觉得刚刚好 进行喷雾的施肥 很少一点的 就是这样喷雾的是肥 就是喷雾到这有叶片 有微微的潮湿 不需要浇很多的肥 一品红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 建议把家里阳光最好的地方 腾给一品红 让它能保证 有充足的阳光照射 有些人还是没看到花 它认为是光照不够 一品红是短日照 所谓短日照 它的光照 只需要8到10个小时 如果你家的光照 时间光照时间太长的话 光照8小时以后 咬人为的遮光 温度是比较容易控制的 温度就是18到25度 一般的家庭应该 这个温度是比较适合它的生长 一品红只要白天给它充足的阳光 晚上一定要黑暗的管理 水肥我们控制好 温度吗 家里的室温的状态 你只要掌握这几点 一品红到了圣诞节 一定会开出漂亮的花朵